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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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了父亲的嘱托 教头是制作五柳菜的重要食材 云南省开源市碑阁香的教头 各大色白 柔嫩多汁 是父子俩的上上选 父亲的反复嘱托 让本就严格的刘崇彦挑选得更为仔细 教头上车 踏上归头 但刘崇彦的采购任务 依旧任重而道远 罗康给你准备好了 买点原材料回来 特别木瓜要轻的 不要熟的 熟的怕就不脆了 注意安全 早去找回 好 没关系 一大早 刘建波就催促着儿子 出门采购腌制需要的其他食材 各头适中的木瓜 重约0.5至1.5千克 国体均匀 色泽清绿 显然尚未完全成熟 直接食用 口感欠佳 却是制作岭南传统酱菜 胡柳菜的首选好料之一 木瓜到手 采购才算正式卖出了一小步 辗转各家 收获满满 各色来自农家的蔬果 弥漫清香气息 沁人心脾 刘崇燕忙活了一上午 终于得以载着心仪的食材 匆匆赶回了家 爸 原材料收回来了 你看看脾质怎么样 不错 这个瓜够大 也不是很成熟 够轻 岭南酱菜 种类数目繁多 而刘建波最重视 也最擅长的 当属糖醋五柳菜 身为传统五柳菜制作技艺的 第六代传人 腌制五柳菜 至今已有三十余年 下午我就教你 腌制这些五柳菜的原材料 过一段时间 陈叔叔会过来 品尝你做的五柳菜 学懂 做好 木瓜与萝卜 酵桶 酥姜 黄瓜等蔬果一并清洗干净 特制的瓦缸底部铺上一层粗盐 将洗好的蔬果置入缸中 再铺一层粗盐 食材与食盐比例的瓦控是重中之重 盖上木盖 花缸盐压实 接下来的风味 则需要食光与人共同塑造 时间与技巧 共同塑造出浓郁风味 但瓦缸并非腌制的终点 当蔬果吸足滋味 取出切成细条后 再次入缸 细白食盐洒下 白米醋 白砂糖与水调配成液 倒入其中反复搅拌 色彩缤纷的果蔬 舒缓摆动 如同随风轻摇的柳枝 五柳之名也由此而来 岭南酱菜历经树代 而愈发浓郁的风味 散发出清新而酸甜的甘美气息 柴米油盐一日三餐 真挚情意未必需要跌宕而深刻的情节 但总能在细微与绵长中遍布记忆 酱菜腌制完成 刘建波兑现承诺的时刻也终于到来 因为五柳菜有五种产品 每个产品的机器不同 必须有很大的勇气 才能够做到传统的酱菜 熟悉的味道 时隔多年终于再次充盈空气 陈爱奇深锈一口 满足与安定感 跨越时空 落地生根 盖子打开 浓郁的酸甜滋味 直冲鼻腔 引人口舌生津 早已学有所成的刘虫燕领命 带着腌制好的酱菜回到了厨房 鲜鱼一尾 花刀解鱼 淀粉涂抹鱼身 入锅油炸 清脆的爆裂声中 鱼肉微微上卷 金黄酥脆 将炸过的鱼垫上五柳菜 重新起锅烧油 倒入五柳汁 番茄汁提色增香 吸收汤汁精华 小火炖煮 直至汤汁浓稠绵密 一道五柳松子鱼制作完成 色泽名艳 滋味酸甜 最受陈叔期待的酸梅登场 酸梅揉碎 排骨吸收酸甜风味 展现出诱人色泽 洒入些许酸梅汁 入涕蒸制 骨肩灵活的小块鸡肉群 经过高温蒸制 吸收汁水滋味 浸染酸梅精华 酸甜气息 随时间与高温 缓缓四溢 引人垂涎 来 菜来咯 尝尝吧 老陈 这个是五柳松子鱼 这个五柳炸蛋 这个是酸梅中排骨 也是你喜欢吃的东西 今天回来的话 是特意跟你做的 你尝尝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小妹 吃东西了 你想吃什么 吃萝卜 旧食味道 慢上舌尖心头 也未见往昔与今日 摇摇牵挂与沉沉思念 深埋在岁月中 化作对家乡美食的渴望 时光仍然 心绪依旧 黄豆 中国人厨房里的常客 它以百变的姿态 到访千家万户 人们怀着对黄豆的不同理解 在不断的尝试中 将其搭配不同食材 当关于美食的灵感 与黄豆相逢 造就出的千姿百味 成为最质朴的人间烟火 贵州省大方县 位于前西北高原腹地 昔日相对闭塞的交通 令这里的人们 格外珍惜每一种 本地出产的食材 虽然今天可以在市场上 随时购买到 各类机器制作的豆制品 但经营豆腐房的唐树凯 依然坚持着手工制作 他今天要用金棉产的 第一批本地新豆子 试作一批豆干 查验成色 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史中 黄豆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已知的豆科食物中 黄豆是蛋白质最丰富 也是最廉价的食物来源 但是他早期的境遇一度尴尬 煮熟的大豆 无法引起人们的食欲 并且会使肠胃大量胀气 豆腐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 在大方 匠人对做豆干用的水 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固执 不能用普通的自来水 必须选用当地的井水 水质清澈 口感甘甜 是大方豆干的灵魂所在 大方县 现有四十八口古井 名声以北门外 青云街的洋柳井最大 藤树凯做豆干用的 恰是这洋柳井的水 我们在那里的水是 大水可以煮豆腐 小水只能来洗衣服洗菜 我们在那里进水都是自然的空间水 凌晨三点 豆腐房内已经忙碌了起来 黄豆经过长久的浸泡 吸足水分 饱满圆润 机器转动 白色汁水 鼓鼓流出 静候处理 灶火旺盛 反复翻搅 汁水逐渐变得粘稠 豆香气 也迅速弥漫开来 手臂晃动 香浓的豆浆 沿着纱布底端 渗涌而出 这看似枯燥耗食的一环 却是大豆华美变身的关键 然而 藤树凯手中的一条神秘之水 注定令这一锅豆浆 与众不同 不同于卤水或石膏点质 大方的人们 习惯以腌制泡菜的酸水 来使豆浆凝结 伴随着点制豆浆的过程 其中的微生物们 也随之流入 像种子一样 被埋植进一锅豆浆当中 在煮沸的豆浆中 变性的蛋白质和卤水相遇后 迅速发生胶凝作用 这种变化如此巨大 以至于在瞬间就可以觉察到 在藤树凯熟练的操作下 那些原本让大豆尴尬的不利因素 在神奇的转化手段中 都被渐渐消除了 一块块小布将半凝固的豆浆包于其中 木质框架是压制豆干的关键 在千斤顶的重压下 水分逐渐渗出 十分钟 藤树凯准确掌握时间 压制时间 决定了豆干的韧度 时间过长 豆干过老 时间过短 豆干韧性不足 刚做好的豆干 需要放置在 颇有稻谷接杆的木箱里 等待它们的是二次蜕变 在高原的气候环境中 豆干中由酸水带来的微生物 在豆干内部 将大豆蛋白分解为 氨基酸等鲜味物质 这一系列转化 令豆干散发出一种奇特的臭味 但却赋予了豆干异常的鲜美 这种神奇的臭豆干 让大方线的人们趋之若鹜 它们带着对豆制品的创造性理解 中国人在这种食物里 进行着极具变通与适应性的表达 也正是源于这样的智慧 让一粒粒黄豆得到了升华 土灶上 在热油的加持下 葱蒜激发出浓郁的香气 臭豆干也在翻炒中 完成着与油脂的相遇与融合 只需数分钟 一道干鞭臭豆干 诠释着属于大方线的风味密码 在大方 黄豆不仅化身为人们餐桌上的菜品 更以一种奇特的形式 融入了大方人的味觉基因 春末 大方线气温渐高 藤树凯又开始了忙碌 摊开晾晒的豆豉 已经晾晒了数月 一颗颗黄豆 完成着关于风味的蜕变 豆子中富含的蛋白质 被分解为氨基酸等风味物质 这便是豆豉特有香气的来源 这种在西南地区常见的调味品 在大方不是它转化的终点 在贵阳经营火锅店的藤树梅 回到家乡大方 身为大方人 他要亲自参与制作 关乎火锅店一年汤底味道的秘密武器 多年合作的藤树凯 是藤树梅的故焦 每年他们合作 完成一种神秘调味品的制作 石旧木锤 在二人的敲打下 豆豉碾碎成酱 揉碾好的豆豉酱 捏成长砖 涂抹一层菜籽油后 用油布包好 放在密封的陶缸中 继续二次发酵 大豆蛋白经充分分解后 转变为风味物质 水气的蒸发 延长了它的保存时间 这种在大方 被称为豆豉八的调味品 正是糖树梅的秘方 回到贵阳 火锅汤底仅需一小块豆豉八 一把产自大方本地的辣椒 完成了最质朴的锅底组合 汤锅之内没有复杂的食材 晾干的响皮 用开水泡发后 切成五厘米宽的小段 喂的就是下锅瞬间 汤汁能重新填满 每个膨胀的细胞 取猪五花肉 肥瘦对开的比例 在刀锋中化为薄片 不加其他调味 切片装盘 来自大方的臭豆干 荤素搭配的组合 完成了二者间的美味协定 汤锅内的土豆 或为配菜或为主食 这种昔日曾是大方人 用以冲击的食材 如今已然成为大方火锅内 必不可少的菜品 置入捞起 热火翻飞 碗筷之间的蒸腾烟火 令人们围坐在一起 飘散的近视人们 对于家乡的陶醉与依恋 在繁华的都市 从来没人在乎 爬坡上坎的艰辛 因为当美食不再只为饱腹 上下求索便有了美好的寄托 福建北部的丘陵山区 云雾与绿林交相演应 经过了一整个夏天的沉淀 秋风拂过 山路下折服许久的芋头呼之欲出 在福建沙县 当地人更愿意把这种 秋天时令仙味中的翘楚 叫做玉子 得知在外打拼了一整年的儿子 将要从省城赶回沙县老家探亲 张万和的母亲准备用新鲜 收获的玉子为儿子接风 玉子被完整地从土壤中分离 如此动作 她已经重复了多年 一番忙碌 收获颇丰 万事俱备 母亲生起灶火 玉子擦成丝状 加入盐和味精 平衡玉丝的寡淡 米浆入转 用力搅拌 重复多次 食材的粘性大为增强 美食出具出形 热油煎炸 将赋予玉子另一番变化 随着油温不断升高 食材表面也焕发光彩 引人生津 两面均炸至金黄 方可出锅 来 油子难得归香 召唤张万和的 不仅仅是亲情 更有熟悉的味道 在福州打拼多年 这种久违的幸福感 让它卸下了 舟车劳顿的疲惫 玉子贡献的风味 不拘于玉果 简单蒸制 呈现出脚白质地 反复冲倒 脂炼淀粉分子 重新排列组合 糯性随之增强 沙棉粘软的玉泥 才是母亲的良苦用心 木薯粉趁玉泥温热之时拌入 面坯揉得是否均匀 直接影响玉角的口感 方寸大小的面坯 在母亲手中 以最快的速度揉捏完毕 馅料的制作 也饱含母亲心血 五花肉下锅煸炒 油脂稀出 香味随之弥漫 香菇 笋丁 香葱 西树入锅 滋味迥异的食材 碰撞交融 一锅浓香四溢的馅料 是风味会脆 更是亲情的凝聚 面坯飞快地捏成 中薄外厚的面皮 放入一勺馅料 虎口一合 挤成三角 为的是在煮制过程中 保持形状稳固 玉角浮于水面 从生到熟只需要几分钟 但传统却已跨越几百年历史 软糯甘甜的外皮 与咸香适口的馅料 在口感上形成巨大反差 清新与浓烈的交锋 既是对抗 也是融合 家的韵味在此刻 被渲染得分外浓郁 一桌朴素的家宴 倾尽母亲全部的手艺 而其中饱含的深情 却已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的 第二天刚破晓 阳光还未完全照进屋舍 沙县的大街小巷 却早已苏醒 沿街的小吃摊 升起腾腾热气 这是独属于当地的风景 沙县的各色风味 不仅承载着食材和技艺 还见证了人们的智慧 在美食上的碰撞 张万和一大早便来到集市 他要在临行之际亲自下厨 为母亲准备一道 沙县人记忆中 难以忘怀的沉煎美味 有没有那个里脊肉 有有 给我看一下 这个多少钱先 你帮我把那个肥肉跟那个筋 给我剔干净 帮我剔一下 到了张万和施展拳脚的时候 后腿肉剔除脂肪带 反复锤打 肉的质地发生改变 肉筋断裂 纤维松弛 相较刀刃的锋芒毕露 顿气敲打 不至于破坏肉的肌理 褪去腥味和多余油脂 变得更为绵密紧致 这是来自儿子的心意 面皮轻薄透亮 肉泥抹到皮的中部 手指迅速回笼 当地人称之为兰花三指 也叫做雀形手法 小火慢煮 耕耘换来收获 细腻质地的肉馅 更利于吸收高汤 芳香分子也在高温加持下 渐刺释放 在汤汁中分外诱人 扁肉 这种简单的美食 除了见证世代相守的记忆 还饱含流淌在血脉里的勤劳和坚持 像大多数沙县母亲一样 子女为了家庭 背井离乡寻讨生计 母亲能做的只是手腕故土 用熟悉的味道 为儿子指引归土 跨越版图时 人们习惯用味道来模糊他乡 与故乡的界限 沙县人似乎更留恋于乡愁的滋味 将他们和自己的生计牢牢绑定 傍晚回到福州的张万和 在自己经营的小吃店内 和老食客们探讨起扁肉的口味 一张小桌 几条凳子 众人为座一团 小吃店的老乡聚会 一个月一次 简单而朴素 却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念想 花生酱拌面 飘香四溢 家常卤味 醇香浓厚 每一次重温家乡味道 都是舌尖与心灵 一同回家的旅途 怎么这么吃起来 来来来 你先坐下来 你坐下来 你们先聊 我去准备它 好 将临别前 母亲准备的黄花菜根 加入汤中 如同虔诚的信使 传递着爱的讯息 带来家的味道 与排骨同顿 是儿时的回忆 也是沙县人引以为傲的风味 慢顿 借助蒸汽 顿中锁住水分 久顿而不废 鲜味物质不断挥发 本草食材的加入 使得汤汁浓郁回甘 营养充沛 对于常年在外打拼的沙县人来说 他们虽无血脉之亲 但同在异乡 彼此照应 是多年来恪守的信条 一碗炖灌汤 见证温馨的同时 也将故乡拉近到了身旁 夜色渐沉 这注定是一场 百感交集的小剧 张万和希望 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 不仅让沙县老乡 也能让更多的异乡油脂 感受到家的味道 当欢愉散见时 大家即将开始各自的奔忙 这种熟悉的味道 也会化作无穷的动力 永远激励着他们 对中国人而言 食物是情感的寄托 酸甜苦辣 生活百态 无论是山高路远 还是相伴左右 当美味应刻在家乡与时光中 唇齿舌尖弥散的 便不再只是一口滋味 举快细品 咀嚼的是温暖 也是思念